国评事儿闹大了 情字简发言引爆质疑 球迷痛批 樊正东无辜背锅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国评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下那么最新的国评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现在视频上已经是正式结束 中国队目前取得4块金牌的好成绩 也算是圆满完成了本年度的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 而我们也知道在本次视频赛当中的南单的冠军是由樊正东获得 获得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球迷的恭喜他 也希望他能够在这一次之后呢 夺得第1块视频赛金牌之后能够在之后再接再利 再取得更好的成绩 能够撑起 国评南单的一片天 而我们也看到那么其实针对樊正东这次获得好的成绩呢 他的主管教练秦志简也在最近的采访当中呢 发表了一番话 没有想到恰恰也就是这番话呢 引爆了外界的一个质疑也遭到了很多球迷的痛批 那这一次啊 秦志简呢在采访当中提到说呢 这一次樊正东夺冠是众望所归 不管是整个队伍还是国人和球迷的期待呢 我们都希望他可以站出来 而本来也是强调说呢 这次樊正东呢 获得这个冠军呢 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 应该是没有质疑的 结果没有想到那么秦志简这番发言呢去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一个质疑 那有些球迷就觉得说你一个人呢不要轻易去代表所有的球迷 也不要代表去整体的啊这个国人 那毕竟呢其实啊大家可能有些人呢是希望这一次呢 马龙也能够参加视频赛 也能够代表中国队去取得好的成绩 毕竟在此前公布这样的一个国评大名单之后呢 其实啊刘国良这样的决定就已经遭受到外界的一个质疑 当时视频赛这份名单当中全部都是年轻主力 而马龙许星和刘世文他们呢则是全部无缘这次视频赛 毕竟尤其是马龙啊他落选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更是让很多球迷在当时是非常失望甚至有些生气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呢从本次视频赛选拔的标准来看呢马龙是完全可以入选的 毕竟他在此前是奥运会的双料冠军 那么在此后的全运会包括拼仓联赛取得的成绩也是相当不错 在整体状态上呢是完全符合去参加视频赛 结果后来呢马龙啊许星和刘世文呢却接连发文提出主动退出这次视频赛 所以也让很多球迷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现在的话那么秦志简呢再说出这样的一番话呢 无疑也让很多球迷非常的生气的 很多人其实都觉得这次马龙呢不能够参加比赛 恰恰不是因为他个人主动退出 而是国平教练组这边的一个决定 所以可以说秦志简这事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呢给闹大了 本身樊正东获得一个冠军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也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他恰恰就是要把整个的一个格局放得太大了 那么把这番话呢自己说的一番话代表了全国的球迷 这样呢也会引起部分球迷的不满 所以这一次啊那么其实啊我觉得樊正东真的是很无辜 无辜背锅了 那本身他获得一个总冠军确实是靠了自己的一个实力 他也是撑起了现在南丹的一片天 他也可以说 哇毫无疑问是目前南丹的新一个 但是现在来看恰恰是因为主管教练这番话呢 让他也是被推上了 这个啊 风口浪尖 遭受到了一些马龙啊包括可能其他一些球迷的一个批评 所以这一次来看那么对秦志简来说呢也确实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那么在以后呢说话这方面呢 或许还真的要好好注意一下 毕竟呢作为一个主管教练那么其实呢你可能啊 单独去评判一个球员的水平呢 包括能力没有问题 但是呢不要把自己的一个位置呢放在整个球迷全体球迷的一个 这个角度上面 这样一来呢很有可能就会招有到一些人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